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希青今天邀请了远雄集团跟唱片公司 售票业者还有职棒球团以及旅苏业等等来举办大军代公听会 但会议当中远雄代表针对票房抽成的问题没有正面回答 惹来议员不满直接开呛带您一起关心 我想在今天讨论主题我们真的会觉得还有这个讨论 这不是我在这边能够马上去做出回应或者去做出回应 好 因为远雄日前把未来大巨蛋举办演唱会等等 这些非运动赛事单场票房的抽成改为无上限 迎来质疑这个会让他们超额暴力 不仅是把票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更会让厂商不愿意在大巨蛋办演唱会 统统跑去高雄或者是台中办 今天公听会就有售票业者直言 看到这个收费标准是没有意愿把活动办在大巨蛋 唱片业者也说大家都想去大巨蛋 不过都下不了手 对此台北市体育局长就说了 会请远雄来评估希望有合理的收费跟票价规定 也会严格的监督后续的营运状况 那明年就会针对远雄今年营收的绩效来评分 如果连续两年都没有达到70分 那市府这边是有权终止全部或者是部分的合约